师父说,有的人认识就是一辈子,有的人一辈子也只是认识。 欠的多的缘分久一些,欠的少的还完也就散了。 不是所有的相遇都有好的结局,但所有的相遇都有意义。 但凡经历过的,不是得到,就是学到。 师父说,难过的一面,要留着自己慢慢消化,反正幸灾乐祸的人,肯定比心疼你的人多。 身处低谷时,不要逢人就诉苦,要知道人心难测,有苦自己咽,有泪自己擦,有伤自己咬。 今天你不逼自己,学会七十二遍,他日谁会替你扛下九九八十一呢。 师父说,有一种伤害,叫忽冷忽热,有一种失望,叫心知肚明。 人心不是一天变凉的,输液也不是一天变黄的。 别让在乎你的人,变得不再主动,也别让对你好的人,觉得不值得。 师父说,人这辈子,最该铭记的,就是穷时借钱给你的人,乃时背后挺你的人,苦时同舟共济的人,病时端茶倒水的人。 你什么都不试时,真心真意,喜欢你的人,和你什么都不懂时,全心全意,指点你的人。 以前讲义气的时候,我没亏待过任何人,现在讲利益的时候,我也没亏欠任何人。 后来,我才发现,人太实在了,是没有好下场的,我对得起所有人,唯独对不起我自己,总是为别人着想,反而委屈了我自己。 师父说,你不该在没有意义的人和世上,停留太久,因为任何关系走到最后,都不过是相识一场。 多情者自伤,无情者伤人,你我皆过客,无需太执着,放过自己是一种智慧,放过别人是一种慈悲。 师父说,不必去责怪你生命里的任何人,最差的人给你教训,最好的人给你回忆,是非在己,毁欲于人,得失不论,多念别人的好,成修自己的心,只要你的心是善良的,对错就都是别人的事。 师父说,万物皆有定数,凡事不可强求,只要尽力而为,方可随缘自在。 你若是善,你所失去的,上天都会加倍还你,你若是恶,你所得到的,上天都会让你加倍偿还。 师父说,你所付出的善良,并非没有福报,只是他会来得晚一些,所以你要慢慢地等下去。 爱出者爱返,福王者福来,积善之家,必有余气,积善之人,必有余福。 师父说,上天不给你磨难,你有如何看透人心? 上天不给你失败,你有如何发现身边的人,是真是假? 上天不给你孤独,你有如何反思自己? 上天不给你配上君子和小人,你有如何懂得提高看人的眼光? 师父说,掌管自己的生活,先从掌管自己的心开始。 脾气发出来,是本能,脾气收起来,是本事。 心宽一寸,路宽一丈。 若不是心宽四海,那来的风平浪静。 师父说,如果别人说你两句,你就受不了了。 被两句话干扰得吃不好,睡不好,你得有多脆弱。 你要明白,能干扰你的,往往是自己的太在意。 能伤害你的,往往是自己的想不开。 不要被任何人左右你的情绪。 你若平和,无人能饶。 师父说,不要因为别人的恶行,而丢掉了自己的善良。 他的因果,他在承担。 你的善良,你要负责。 为人正直,做事真诚,方能长久。 发自己的光就好,不要吹灭别人的灯。 师父说,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 不要去责怪身边的任何人。 好的人给你快乐,坏的人给你精力。 即使是最差劲的人,也会给你教训。 用满腔温柔遇见好的,用满心慈悲,接受坏的。 这,就是人生。 师父说,永远不要原谅故意而为之的伤害。 他用行动和演技告诉了你,心软最不值钱。 善良的人总是在反省自己,质疑自己,用道德约束自己。 而自私的人,从不觉得自己哪里错了。 因为他们心里,只装着自己。 师父说,人生只此一次,生命只有一场。 能活着便是荣幸,还活着就是赢家。 别比钱多钱少,无病无痛就好。 别比富裕贫穷,开开心心就行。 师父说,人这辈子,最该铭记的,就是穷时借钱给你的人, 难时背后挺你的人,苦时同舟共济的人, 病时端茶倒水的人。 你什么都不试时,真心真意喜欢你的人。 和你什么都不懂时,全心全意指点你的人。